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吉乐家朱宗庆一手打造了具有国际水准的朱宗庆打吉乐团 还先后担任过北一大校长 两厅院董事长等重要职务 回想当年求学的时候非常艰辛 为了学音乐 他的导师慷慨借给他三千块钱买乐器 而且老师当时的乐薪才两千五百块钱 这件事情对他日后创办乐团 深耕音乐教育有很深远的影响 《纸风车》最近推出台湾艺术家系列纪录片 第一位主角就是音乐家朱宗庆 他有一句名言就是 我是玩真的 这样的干劲带领着他的伙伴一起往前冲 他是一位对人非常谦和的一位老师 他所有的每一件事情是这么样的执着 他有劲 他总是想做事 那他对于很多东西的细节 他其实非常的敏感 做其事来干净实施 朱宗庆 人称台湾的打击乐教父 30年前创立打击乐团 一步一脚印 走入全台乡镇野台 让打击乐从冷门变热门 并跨界结合 云门舞集 蓝陵巨坊 挖掘击乐潜能 1993年创立的国际打击乐节 将台湾带上国际舞台 朱宗庆回首音乐录 第一个要感谢的贵人是他 这有可能是台湾音乐史上最重要的投资 之一 也开启朱宗庆对音乐教育的想象 不过他第一个教学工作 并不是在音乐班 他教大家做打击 他也配合着舞蹈动作 做伴奏 在一年的音乐课的结束 他的杀手键是让同学们 把史特拉文斯基那个不按牌里的音乐 通通要数出牌子来 数的不对 不能过关 朱宗庆以鼓训练舞者节奏基础 他并引进国际集乐教育 让学打击乐变成小朋友 很爱上的音乐课 朱宗庆在2000年获国家文艺奖 2009年获国际打击乐艺术协会 终身教育成就奖 在纪录片中 我们看到朱宗庆从野台演出 到上万乐迷齐聚的音乐会 一路走来的坚持与努力 节奏 节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